各位一经实战训练营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舒黄老师 那这次课呢是我们一经实战训练营梅花六摇 我快的第十五字课 我们来讲一下六摇里面的得失战的分析方法 那上次我们讲的是急凶战 急凶战是仅仅围绕某一个元素 那它的旺衰和升克来展开的 而得失呀它往往是分为很多个元素 比方说我想求财 那一方面要看看有没有财 第二方面要看看我有没有这个能力 第三点是看看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能不能得得到 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得失战的方法 就比急凶战要稍微复杂一些 那我们经常有句话叫做急凶官升克 得失官组合 那今天我们就要讲很多很多组合的思路 来帮助我们去判断 如何通过一个卦象来判断一件事情 他最终的得失是怎样的 那首先我们来讲讲什么是得失战 得失战它指的是目标和卦主 这个人之间产生的一个追求 那有了这样一个追求之后 就需要看三个层面 第一个叫做适摇 适摇代表自己 第二个叫用神 用神就是我追求的目标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适摇和用神之间的这种关系 那这三个都是我们要看的 那在我们的实战的生活里面 大家可以理解为除了疾病啊 平安啊 健康这种明显的急凶 单因素的急凶之外啊 大多数的事情 其实我们关心的都是得失战 这样的一个得失战 它的结果也是以得到还是失去 作为最终的考量 大家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得失战到底是什么 那在具体的得失战里面呢 我们会给大家两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呢 就是用卦的大象 特别是六冲卦和六合卦来判断得失 第二种就是通过适摇和用神的关系来看得失 那所以今天我想得失战还是内容比较多的 我们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用卦的大象来看得失 第二部分通过适摇和用神的关系 我们来看它 那我们先来讲讲卦的大象 卦的大象呢 常见的就是六冲卦和六合卦 六冲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沾到这个卦 这个卦就叫做六冲卦 为什么呢 你会发现 瓣尾水 它的初摇和四摇叫做身影相冲 然后二摇和五摇叫做晨虚相冲 三摇和上摇是子五相冲 所以这个卦呀 它自己内部的初四二五三上 这些摇之间就是个内部相冲的关系 我们称之为六冲卦 那这样的卦象呢 一共有十个分别是八冲卦 就是上坎下坎 上立下立 上前下前 这样的八冲卦 大家也可以理解为是我们之前讲的金房八公分的八个小组 那八个小组长就是八冲卦 那他们呢都是六冲卦 那除了这八冲卦之外 还有两个六冲卦 那就是天雷无望和雷天大壮 这两个卦 那一共是十个六冲卦 大家要知道 那我们来看一看雷天大壮是什么样呢 你看一下 它是不是初摇和四摇叫做子五相冲 二摇和五摇叫做银身相冲 三摇和上摇是晨虚相冲啊 所以它也是个六冲卦 大家理解一共十个六冲卦就可以了 那六合卦是什么呢 很多朋友应该也理解了 就是初摇和四摇你看四身相和 二摇和五摇你看卯须相和 三摇和上摇你看子丑相和 就是它内部就存在一个相和的关系 这个就要做六合卦 那六合卦有八个天地品地天太地雷附雷地狱 山火壁火山履则水困水则节 就这些 那你们老师啊 这些我需要背吗 说实话这些呢 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在你的脑子里留下印象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排卦呀 并不会给你标注它是六重还是六合卦 那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要有意识的去记一记是这些卦 它们是六重和六合卦 当然现在我们的排卦软件里面大多数都标注出来 那大家只要有一个印象就好 不用刻意去背这些卦名了 那六重卦和六合卦 它们分别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如果我们看到六重卦的话 六重卦有两个意象 第一个是快第二个是散 所以呢遇到六重卦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什么好卦 只有一种情况就是那种散了为极的事情 比方说打官司站到六重卦 得了得了这事别吵了 再比方说跟别人有一个很纠缠的事情 这个时候遇到六重卦得散了 这种都可以 那除了这样的事情之外 六重卦往往都不是好的意象 因为咱们知道我们人呢 做事都是希望长长久久 都是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好聚好合 所以呢散和素啊 这两个意象都不是一个很好的相意 所以呢大多数情况下六重都不是好意思啊 那六合代表什么呢 代表着长久 代表着聚合 所以除了那些需要尽快解决的事情之外 六合往往都是好的意象 比方说策婚姻啊 策财产啊 策大家一起去做点事情啊 那能够长长久久的聚在一起 往往都是好的意象 那么很多时候就是根据六重卦和六合卦 这样一个相意 通过整个卦里面这种大的意象 来判断他的吉凶 那这个时候呢 往往会遇到四种典型的情况 第一种叫六重卦六重 不用说了 肯定不好 那六合卦六合 不用说了 肯定是好 那这两种呢 咱们就不展开细讲了 那重而化合 往往是先凶后击 合而化冲 往往叫先击后凶 我来把这样两种情况结合案例 跟大家讲一讲 那冲中缝和 魏月丁四日 一个刚刚离婚的男子后悔了 问能否复合 我们直接来看 这个卦叫做六重卦六合 所以这个卦呀 本来你看 刚离婚的人后悔了 去占复婚 其实本来成功率是比较低的 而整个卦里面 如果我们不用大象看的话呀 他也不能说是一个能复合的卦象 但是六冲画六合 那就是散了又聚起来了 所以离而必合 那段话人就说 这个婚一定可以成 后来果然在第二年的第三月 还是成婚了 这叫做冲中缝合 可以以极段叫散而复聚 离而必合 用这样一个意思 来可以理解一下 第二个呢就是合而化冲 你看 丑月勿寅日 一个男子占孩子 上学发展如何 那天地匹变前为天 天地匹是一个六合卦 六合卦的话 我们来看 他要请别人来教 应谣是他请来的人 那这个符号呢 还是偏旺的 说明对方还挺好的 听上去好像是一个能够长远的事情 但是化为六冲 化六冲是不是现在大家聊得很好 但很快就散了呀 那要散的话 原因是什么呢 发现问题出来 子孙摇子水 什么原因呢 就是小孩的卦呢 本身就发现这个代表孩子的符号 在日月虽然是偏旺的 但是受到卦里面 这个父母为土他的克制 来直接克这个子水 再配合让这个事情会散掉 那就可以找到了原因 就是很容易 是因为孩子的原因 这次请了老师来教孩子 确实没有问题 但后来两个月之后 他的孩子得了一场病 然后就把这个老师给辞退了 而辞退之后 没有多久 小孩也去世了 看 这就是和而化冲 事情不久 而且往往是急而变凶 原来说老师啊 这个不是占男子 占孩子上学发展吗 是这样的 这个是一个古代的案例 古代的案例是 他想请一位老师来家里 教自己的孩子读书 看看行不行 那当时呢 前面测完了日行 也把人家请来了 但是没有想到 因为这个子孙子水的原因 那六合化冲 这个事情没多久 请大家理解这一点 那大家可以用刚才这两个卦 来理解我们说的这种大象 也就是六合卦和六充卦 对于卦的得失的这种影响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另外一种看法 就是用神和世谣之间的关系 那在这里呢 我们要稍微跟大家复习一下 用神 原神 祭神 仇神 贤神的概念 那用神就是我们要测的目标谣 原神就是生用神的五行啊 所对应的这个谣 那祭神呢 就是克用神的五行 对应的谣 仇神呢 它是生祭神 克原神呢 叫仇神 另外还有一个 我们称为贤神 那我们放到五行里面 如果土是用神呢 火就是原神 木就是祭神 水生木而克火 水就是仇神 而金就是贤神 我们理解了这几个概念 我们就来想 世谣和用神的关系会有几种呢 世谣有可能他的五行就是用神的五行 那其实世谣不就是用神吗 我们称之为叫做用神持世 就是用神把持着世谣 那也有可能世谣是原神 也有可能世谣是祭神 也有可能世谣是仇神 也有可能世谣是贤神 所以他就是用神持世 原神持世 祭神持世 仇神持世 和贤神持世 咱们来分门别类的 讲一讲 那用神和世谣的关系的判断 如果用神持世的话 那是不是我不用看 那么多复杂的关系了 我只要看世谣本身的望衰生克 来直接断就行了 就这样子 第二种就是原神持世 原神持世的意思 是不是世谣的五行 去生用神的五行啊 这样子自己去追求目标 这个时候如果世谣望 而用神也望 就可以极断 如果世谣衰 或者是用神衰 那说明某一方有问题 但是还是有可能能成的 如果世谣和用神都衰 那就可以直接用施来断 然后呢 第三种叫做祭神持世 祭神持世是什么呢 是世谣去克用神 那这也是一个世谣追逐用神的意思 除非是用神过衰 一般都为德 但是要提防就是用力过猛 比方说世谣太旺了 世谣克用神 把用神克的太差了 就有点像说一个人去抢一个玉器 这种用力过猛 啪 把玉器还摔了 那这种时候是要稍微提防一下 整体呢 我们还是希望说 世谣和用神啊 这里是用神 世谣和用神都是中平以上为德 世谣强用神衰 那说明你的意愿强 但是目标可能没有那么好 如果世谣衰而用神强 说你能力不足 你不一定能抢得到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建议他先补足自己的能力 如果世谣和用神都为衰或者受克的话 那就是得不到啊 然后仇神持世 仇神持世的时候 世谣和应谣都是中平以上就为德 世强用衰为意愿强而目标差 世衰用强为能力不足 而先补能力 世用双衰为师啊 这一文继神持世是有一些相似度的 注意啊 我这里抹掉的都是适用啊 适用啊 这有个错别字我就在这个之前跟大家讲清楚就行了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叫做贤神持世 贤神持世 它的本质就是用神来生世谣 所以这种情况下只要用神不衰就能够得到啊 好吧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些案例 看一看世谣和用神的关系 怎么去判断得失 那首先我们来看用神持世 深月以四日一个男子测考试成绩 那我们说测考试啊 重点看什么呀 叫做官鬼谣和父母谣 为什么 官鬼谣代表名声 父母谣代表文书 那你看世谣首先是父母谣 父母谣为文书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看世谣本身就可以了 你看父母谣害水 得月的升福 然后日上有一点点耗瀉 整体还是偏旺的 那挂里面的因素呢 你看 为土生有金 有金来生害水 这叫联动相生 所以官鬼谣和父母谣两个都很旺 并且是用神持世又为旺 所以整体是非常好的 后来国取一顶不列 就这样子 然后我们来看寄神持世 薛月丁某日 某人来问自己一生是否能取得官职 这里首先我要跟大家说呀 在过去的时代 有些人是喜欢用画像来断自己一生的事情 在那个时候呢 因为时代变化太慢了 或说一个人 其实一生中能够取得官职的方式 成名的方式 赚钱的方式 就那一点点 但现在这个时代 时代变化非常快 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成长和变化的机会 过去如果说叫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现在真的应该说叫五年河东 五年河西 甚至是一年河东 一年河西 试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所以现在呢 我就不太提倡大家再去看什么一生的官职运势了 但这个呢 我们还是可以看一看 因为这是个古代的案例 那我们来看这个话 某人来问自己一生是否能取得官职 取得官职是不是要看官鬼摇啊 官鬼银木啊 这个呢 是不是还是相对来说是一个偏旺的状态啊 因为虚月 某日啊 由某日来生服他 他是个偏旺的状态 然后呢 这个人来问自己一生能否官职药 我看他自己 自己是子孙持世 身金持世 那身金在月为生 在日为好陷 整体是偏旺的状态 但是这里我要提醒大家 我们要补充一个卦例 就是六进卦的寄神持世为师 但是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补充这样一个卦例 就是六进卦的寄神持世为师 什么意思呢 如果这个卦里面没有动摇 这个时候遇到寄神持世的时候 往往看得是战士 以师来断的 为什么 因为六进卦的时候 这个持世的谣啊 我们会带上一个性质 就是他有一点点个人的这个性质在这里 这个性质干嘛 子孙就是个客观的属性 他自己自带着这样一个 接不了官职的这样一个属性 比方说如果一个人去测考试 测考试我们要看父母谣 但这个时候他是七财要指示 这样的寄神指示 那么就是这个人啊 一道文书的事他就发挥不好 他是自带这样一个性质的 所以如果这个卦带有动摇的时候 他不是一个六进卦 那是要忘官鬼谣也忘 我还可以说这个人是有得官的机会的 但是这是个六进卦 六进卦就代表着 首先这个人的性质就是拿不到官职的这样一个性质 第二呢就是没有动摇 所以这个卦里面没有什么变化 就往往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人就很难取得官职 在过去有这样一句话叫做 子孙持世修问功名 那这个人就是后来当兵当了很多年 立了一些军功 后来也交钱那等等 一直在奔驰于名利场之间 但一直到了也没有取得什么官职 这就是寄生辞世 注意寄生辞世像这样的情况 事谣和用神都忘的话 如果他是有动摇出现的 就意味着随着这个事情的变化 他是能得到的 但是这里既然是六进卦 我们就补充这个卦里 就是六进卦寄生辞世为师 希望大家能理解这一点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原神辞世的这种情况 来看这样的案例 卯月假生日占考试 那个时候考试都是要做卷子嘛 所以父母要是主用神啊 那父母要是主用神的话 那官鬼是生父母的 是不是原神辞世啊 那荧幕是个什么状态呢 是月福然后日课 整体是一个偏旺的状态 那卦里面呢 又有子水发动来生自己 所以呢 自己还是一个比较旺的状态 那父母母火呢 得卯月生福 得生日稍微有点耗谢 那整体呢 还是一个偏旺的状态 那你看 事谣和用神都是一个偏旺的状态 那在这个时候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后来呢 一定是高解 果然啊 考中了 原神辞世 然后来看仇神辞世 丑月庚子日占求官 那这个时候呢 你看事谣是兄弟尘土 官鬼谣什么呢 官鬼谣是银木 银木在日月什么状态呢 银木在丑月是偏衰的 在紫月是偏旺的 整体来看稍微偏旺一点点 那官鬼谣既然是偏旺的 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能够得官的状态 因为世谣在日月上也不衰 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能够得到官的状态 那事实上这个卦也确实得到了官 但是这个卦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官鬼谣木 妄而发动来刻世谣 就是这个人他虽然能得到官 这是从得失的角度来看的 他能得到官 但是如果从吉凶的角度看 你看这个世谣叫什么呀 是不是叫做妄而受刻呀 是有问题的 所以到了第二年三月份 墓罪旺的时候 这个人反而他死在了做官的路上 那这个挂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他从得失战的角度他是好的 但如果从吉凶战的角度 他就是坏的 如果当时问求官的这个人 他能多问一嘴说 哎 你看看我这个挂里面的平安如何 有可能他就会没有后面这么多的事情 有人说老师啊 难道照你这个说法 以后所有的得失挂出来之后 我都要按照吉凶化再看一遍吗 也不是 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时代的背景 因为这个挂里的背景 大致是明末清初的时候 那个时候天下大乱的时候 所以我们才需要多问这么一嘴 但如果现在这样一个太平年代 那遇到这样的官位荧木刻成统 那我们就要提醒他 我们就要提醒他做官的过程里面 还是要当心身体 提到这儿就可以了 因为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时代 我们其实可以推断出来的事情 是有差异的 这就是我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不断去深入 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对于我们旁边的人情世故 要有个深度的理解 这样才能帮助你把一个挂 多得更好 更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挂例 就是贤神持世的挂例 紫月鬼有日 问求婚能否成功 是要代表自己 官鬼有金 然后呢 应谣 七才虚土 那你去求婚吧 注意这是个古代的案例 古代案例起挂 如果没有讲是女生 往往都是男生 那官鬼要在有金 七才要在虚土 虚土又发动化 回头生 那所以整体来看 你看虚土是一个 在日月比较衰 但是有回头生的 这样一个状态 那世瑶呢 就是很旺 那这个时候 就直接断 可以成功 就可以了 那后来呢 夫妇白头相守 女称豪 很简单 比如说老师啊 怎么感觉你讲卦 这么快这么流畅啊 事实上 我讲卦的过程 跟我大脑里走的过程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大家一定要理解 梅花和六腰 它都是占卜数 占卜数就是来解决一个 非常明确的具体的问题 而这个具体的问题 在我们的逻辑里面 方法里面 就是一个非常快的过程 我们有的客户 会带这些很特殊的眼光 来跟你聊 他会觉得说老师 你五分钟就收了我 好几百好几千 我觉得好不开心呢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给我多讲一点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会跟他多展开聊一聊 就是说我们基于这些卦象 再基于我们对他具体的事件的背景的了解 我们可以由此展开 多去聊一点事情 但很多时候的聊啊 就是基于我们一个人情事故和卦象 稍微一点结合的聊 那而不是说我们再去借着这个卦象 给他推断一堆一堆的东西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大家就要理解 我跟大家讲的课程 我们是学术的部分 但是我跟大家讲 我们怎么样让客户在学术之外更加满意 或者说怎么让客户愿意为我们的咨询付出更高的价值 那这个呢 还是一些经营的手段在的 咱们一定要区分哪些是学术部分 哪些是经营方法的部分 要理解这些 好的 那我们说得失战的两大方法 第一种 大象啊 就是六冲卦和六合卦 那他们的关系我们讲完了 第二类就是五种适摇和用神的逻辑 到这里呢 我也讲完了 所以呢 到这儿得失战我们整体可以告一段落 然后我们来讲另外一个话题吧 就是应期的判断 比方说一个人说求财 老师我听你断完了之后 我知道我能得财了 那你帮我看看什么时候得财啊 那这种什么时候就叫做应期啊 那应期的逻辑怎么判断呢 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是如果是吉凶战 我们就只看用神 得失战的话 我们看用神和适摇啊 这两个都是要看的 如果是六冲卦和六合卦 也是要看用神和适摇 这个大规则在这儿 那给大家两句话 第一句话叫动而逢直逢合 就是如果我们的用神是个动摇 比方说银木啊 银木发动 那这个时候叫逢直逢合 就是逢日 逢月 迎年 这叫逢直 这样的年份 月份 日份 就容易是应期 逢合是什么呢 银亥相合 对不对 那亥年亥月 亥日 就是应期 那这就是动而逢直逢合 那静呢 是什么呢 叫逢直逢冲 什么意思呢 如果是一个静药 比方说银木药 它是一个安静的状态 那么什么时候 会是应期呢 那要么是逢直 就是一年一月 银日银时 那叫逢直 或者逢冲 深银相冲 深年深月 深日深迟 这就是我们说动而逢直逢合 静而逢直逢冲 那我们来看几个案例哈 我们先来看一个静而逢直逢冲的案例 我们刚才讲了说 有月秉承日测 孩子的疾病 得地丰生 那么直接找到了用神 用神是不是无火呀 用神是一个福神 那就是安静的 对不对 安静的话 静而逢直逢冲 所以我们就断 要么是在五日 要么是在子日 那后来是在五日起床 就可以了 第二个就是动而逢直逢合 来看咱们讲的这个丑月 庚子日 站稳求官 问自己能不能得官 后来呢 我们说是急 那后来与仁寅日得差 刚好是仁寅日 应了我们的这样一个日期 那次年三月始于中途 次年三月是什么时候啊 我们说在过去的这个三月份 大致对应着清明节前后 也就是晨月的时候啊 所以你看一方面 这个仁寅日应了 动而逢直逢合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去世的那天 也应了世老本身的 静而逢直 所以这就是一个应期的判断 那关于应期呢 我需要跟大家多说两句 第一个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这个动而逢直逢合 静而逢直逢冲 这个是最经典 应验率最高的方法 这两个是一定要掌握的 那有人说老师啊 能不能具体的 就肯定是哪天 哪年哪月哪日呢 做不到 做不到啊 经常有人说老师啊 我看风尘榜里江子牙 给别人算一直往南走 路遇一老朽 什么心肤一百二十文 四个点心两碗九 那个内容能断出来吗 断不出来 我们是断不到那种精细程度的 所以那个才叫做神话故事啊 那动静的这两个是一定要掌握的 有应验率非常高 那你能够帮别人去说到这银年银月银日和害年银月银日已经非常好了 我们不需要去给对方一定要精确到一定是某一个字 我们不要去给自己定这样的高标杆 这是在难为自己啊 第二个是其实关于应骑的规则还有很多 但是呢在我们的实战里面 比方说我自己用的往往就是动静这个 所以我也不希望说大家现在刚开始学的时候还没有练习 先去学一肚子其他的应骑 毕竟我们能够把吉凶得失看准了 这才是一个詹古士最牛的地方 很多时候我们会有错误的理念 认为说那个能把细节说准的那才是最厉害 不是 有很多很多老师他能把细节说的很准 但是呢他在整体的吉凶得失上断的就是反的 我不希望大家成为这样的咨询师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刚开始学的时候 先把吉凶和得失给拿的准准的 应骑其实属于细节 大家可以适当放松一点 第三点就是说我们现实生活里面 其实应骑的重要性没有那么大 很多时候你知道这个事的吉凶成败之后啊 你自己就会奔着这个方位去一点一点去调整 那这个就是每个人的做事方法不同 大家一定要理解 因为我们的占卜啊 在我们告诉他这个结果之后 他仍然还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去影响这个占卜的结果 但我们就不要用应期这个事情去限制他很多行为的方式 那这个事要提醒大家 但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提醒大家 现阶段千万不要花很多精力去研究应期 举个例子我之前有位学生他非常认真的去研究 说好像一个挂出来之后 他必须断到几月几号几点才行 研究了大半年最后告诉我 老师你说的对确实研究不出来 我说不是你研究不出来 我当年在这个事情花了一年的时间 最后结论是这个事情没有必要去研究 因为以我和我现在带出来的学生大多数人的能力啊 大家研究出这个内容 而且研究出来之后也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不希望大家特别是不希望现在这个阶段的大家 在这种小问题上花太多的精力真的是得不偿失 千万不要去做这种舍本逐墨的事情 好的 那我们本堂课的主要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本堂课讲的内容还是很多 首先希望大家理解什么是得失战 然后呢要学会得失战的基本定式和套路 我给大家讲了两种定式 一种是大象的定式 一种是什么样的谣来持识这样一种定式 那这两种定式希望大家都能理解 第三个就是一定要理解应期判断的基本方法 就是看用神看适摇 看动静 动而逢之逢合 静而逢之逢冲 就可以了 学到这里已经很好用了 好 不用现在花太多精力去研究那些天马行空的东西 最后就提醒大家 到现在这个阶段 大家已经可以进行六摇的实战了 希望大家在大量的练习里面加深 对于我们这些方法的理解 我经常说我教大家的是方法 而大家只有不断的使用 在实用里面得到的那些经验和感悟 以及我们的熟练程度 这个才是大家未来能够走得更快 更远的那种力量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实战 积累经验 好的 那么本次课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下次课再见